大葫芦的最佳使用法 把它剖开来做成瓢来咬水 它却大得没有装得下的瓮缸 这葫芦实在是大而无当 我看就把它砸掉吧 哎呀 你实在太不聪明了 你知道吗 宋国有人世代都靠瓢洗思绪为职业 擅长调制防止手部剧烈的药物 有个人听到这个消息 就要求用百两黄金来购买药方 这个宋国人聚集全家人一起商量 我们世世代代以调洗思绪为生 不过只能赚了一点钱 现在如果能卖出技术 就能获得百两黄金 不如就卖给他吧 这个人买到这个药方后 就用来游说吴王 那时越国举兵侵犯吴国 吴王便派这个人率军队迎战 那时他们打的是冬天的水战 吴国因为有了防止手部剧烈的药方 于是大胜 吴王便把土地分封给这个人 惠子你看 这个能防止手部剧烈的药方 有人可以靠他获得封地 有人却还是不能从洗思的命运中挣脱出来 这是因为用法不同所致啊 惠子啊 惠子啊 现在你有五十容量的大葫芦 为什么不干脆把它挖空 系在腰间到五湖四海游玩呢 为什么偏要忧愁它大的无处可放呢 可见你还是不开窍啊 葫芦里还能卖什么药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死脑筋 我们与其放大事物的不能 倒不如想想它的能 即使今日葫芦还有其他的用法吗